上週連日大雨影響讓血量更慘了 花蓮兼血站就指出 疫情之後名障兼血液驗都降低 目前花蓮兼血中心A型血量剩1.9天 其他B、A、AB型都只有剩2至3天的庫存量 血量拉緊爆 連續下大雨 整個北北激移花 雨勢不斷 整個兼血量急速的下滑 因為用血並不會因為疫情 或者是天氣的影響而有所減少 所以到今天為止已經非常的緊缺了 只剩下2天的安全庫存量了 那我們的安全庫存量 其實應該要到7到9天才是會足夠的 2天的話是真的真的非常的緊缺 為了鼓勵民眾捐血 捐血站與縣府合作 推出捐血送中華職棒例行賽 花蓮足場賽門票 這項結合運動的正向活動 看在負責推廣運動的花蓮縣議會 教育小組的議員李正文言理 給予支持與肯定 所以在這裡要呼籲我們的鄉親 捐起你的袖子 捐出你的健康的血 我受到減薪 受到減薪 對 捐血就是缺血 想到這個活動我就參加 這一波本土疫情從4月初爆發以來 不少公司開始分流上班 學校開始停課 讓血庫失去最大的捐血來源 每一天都要供應2,200袋血出去 但現在一天來捐血的只有六七百袋 入不敷出 加上確診者 居隔者都需要暫緩14天才能捐血 在確診人數不斷增加之下 讓缺血狀況雪上加霜 也是新聞的歐花聯視採訪報導